作为十一年来首位访问越南的中国总理李强 十二号展开围棋三天的访问 李强首先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 对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的亲切问候 李强表示今年八月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会晤 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 这回李强不仅会见苏林 也见了越南总理范明正签署十项协议 其中包含一份关于跨境铁路连接最新进展文件 越方始终将对华关系视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 愿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 深化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为什么中越关系如此好呢 中国不仅是越南最大贸易伙伴 也是越南制造业的重要进口来源 光是今年前三季两边的双边贸易额 年成长百分之二十一 达到一千四百八十亿美元 约合台币四兆七千多万 看似中越两国关系较好 但其实今年八月 菲律宾与越南才举行首场联合海岸防卫演习 几个月前飞越两国才合作 共同抗中抵御南海扩扎 而这回中国总理李强访越 是不是有拉拢越南意味 引起全球关注 材林新闻林主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